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春天的花朵 在海风中颤动着新生的光亮 妹妹你看 听说东方向北有墨河的极光 哥哥 我可以看见极光吗 海的那边还有什么 听说在大江的对岸 还有三家的龙湾 听说过青海的蒜羽羊 听说过西藏的葡萄花 那一年我们终于见到了你 长城 我看见你 妈妈的眼里买是朝拜的光芒 那一年我们终于见到了你 长江 我看见爸爸的目光像海一样深邃 那一次我们一直大喊 我来了 嗨 是你妈 你是否听到了我的心跳 你是否看到了我的模样 春天来了 妈妈给我一张地图 她说那是她的故乡 我不懂故乡是什么 可我知道地图上有一横字 鼠鼠鼠 我的脚步有多远 春天又来了 这一次爸爸种下一棵树 他说那棵树的名字叫渴望 我不懂渴望树是什么树 爸爸说 每一片叶子都会长出一个童年的故事 爷爷喜欢站在树下 像天空张望 他说可以看到北方的航道 我不懂航道是什么 如果知道 他嘴里总是念到一句话 坏了坏了就在明年 我想乘着八月的风 正想我要通过病毒的封锁 我要去那外公童年的小鹿 我想跳上那八月的游戏 正想我想去到有天天 有遥远的地方 我要看看外国不脱石的天空 我还想去见一见高原的血神 你知道吗 听说他有三个孩子 看是谁 老二叫王河 老二叫长江 最小的弟弟叫亚鲁藏布江 哦 我知道了 他们在东方 来自海的那边 他们有一个辽阔的家 家的名字叫中国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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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